射向突透镜的光线到底会怎样汇聚呢 这个有点复杂 不过有三条特殊光线必须要记住 第一条特殊光线过光星不改变方向 也就是说只要入射光线指向突透镜的光星 无论是什么角度 最后都会沿着原来的方向直接出射 从这儿镜不变 这儿镜也不变 第二条特殊光线 平行与主光轴入射出射光线过焦点 这是说只要入射光线平行与主光轴 最后出射光线会经过另一侧的焦点 右侧入射也是一样 这儿镜来经过另一侧焦点射出 第三条特殊光线从焦点入射 出射光线平行与主光轴 这是说只要入射光线是经过焦点的 无论是什么角度入射 最后出射光线都会平行与主光轴 无论左右都一样 这儿镜来平行出去 你只要足够细心一定会发现 第三条特殊光线其实是第二条特殊光线的光路可逆 你记住了吗 总结一下 第一条特殊光线过光星不改变方向 第二条特殊光线平行与主光轴入射的光线 出射光线过焦点 第三条特殊光线从焦点入射的光线 出射光线平行与主光轴 好吧 其实不是三条 而是三类特殊光线 你学会了吗 呵呵 我们下来的一条特殊光线 我们下来的一条特殊光线 是三条特殊光线的光线 我们下来的一条特殊光线